飄落後才發現這幸福的碎片 要我怎麼接 拿起麥克風唱哪首歌曲 只是現在卻只能採訪時 在這高歌 因為這位街頭藝人要簽 已經五個月沒有抽到 北市信義徒步區的表演資格 四十到五十組在抽同一個位置 畢竟人潮就是錢潮 打賞收入也有差 要簽說現在他只能另循直播等管道謀生 其實根據規定 信義區開放平假日展演時段 但街頭藝人一個時間只能選擇一個地點 像是這位歌手沒抽中的話 只能時間到了到現場碰運氣 除非像我們現在來信義區 找看看有沒有人唱的位置 不然的話應該就是沒有機會再表演 真的都滿了的話 半小時後抽到的人沒來就能地補 威秀影城前廣場通常疑問難求 陳香禾驚呼自己根本人品爆發 而北市街頭藝人登記至上路後 幾乎人人都可以加入抽籤 雖然減少噪音場地糾紛 卻也衍生代抽爭議 抽到籤故意不到留給自己人 請親友或者是粉絲代抽 那造成就是有些人一直都有場地 那有些人他就是孤軍奮戰 他一直都沒有場地 當然大家就會覺得這樣子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這部分我們也沒有辦法查證 那我們會針對就是說 我們在研議說 假設一定期間內常常有無故未到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停選的機制 另外文化局也回應街頭藝人本來選的點 若沒中籤就可以選擇其他地方 但現在又碰上疫情人潮有差 對表演者來講 直接影響觀眾人數跟收入 TVBS新聞 劉立成 徐玉婷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